我初頭沒想過是這樣 我見很多人試,那就試一下 剛好又有很多朋友給我一些便宜的東西 我真的沒想過我搞成今天這樣 所以我決定今天一次過把我所有壞東西爆出來 讓大家重蹈我的覆轍 左邊開始 這個鋼琴木座地的AER Testament Tool 座地喇叭 是非常之性價比高 而且是非常好聲的一對喇叭 我是用一個便宜到你不相信的二手價錢買回來 三個麻痹老夜晚12點多叫價4N 由小西灣送到回來土瓜環這裡 非常好聲,我非常滿意,是感動的這對喇叭令我 好,旁邊這一對,科寶35A,LS35A 是訪回以前Roger那對做的 也是一對中頻非常之不錯的喇叭 我昨天才剛才借回來的 會煲一煲它的,煲完OK的 我可能會搞一些試聽會 大家上來試聽一下,我未知 總之現在還未開聲 但我覺得它是有潛力的 下面那個就是 那是 那是正確適合它的尺寸的一對腳 都是科寶的 啊,買科寶的東西問我 小小折,小小 另外下面這隻呢 就是台灣的國寶級喇叭 台灣的ASHA U520 是非常之性價比極高的喇叭 非常帥仔 又是鋼琴木 又是非常之好聲的書架喇叭 我是叫香港的首席女魔術師 那是Honey在台灣和我抬回來 就是我覺得以後去台灣 不要買那些什麼的 鳳梨酥,桃笛那些 不要去西門街 西門町的開封街 抬回來 底到爛 那當然是Player Player 我暫時是用我認為一部最便宜 最漂亮的 Bull Ray Player 就是菲利普這個叫做 9600 那9600呢 就是可以玩到Bull Ray 我貪心啦 但是它自己裏面的CD 亦都有一份自己的DAC 我覺得非常之不錯 聽出來的音色 上面 Player當然要有CD 那最近聽什麼呢 這隻叫白教堂 用來煲機用的 我認為最好的Soundtrack 天使愛美麗 郭小林 怎麼能夠沒有賽琴呢 聽Hi-Fi 是不是機遇 黃紅鷹 初次嘗到寂寞 也是很棒 之後講碟慢慢講 今天 我打算極速一次過曬 黃牌 還有就是玉智浩爾 那接著呢 還有錄音非常之靚的 狐林的一隻Jazz的碟 還有就是狐林的Live 沒有辦法 那些錄音真的非常之靚 香港我覺得它的錄音和Mixing 做得最好的 所以你試Live 和試樂器都是非常之好的狐林的碟 還有這隻是同例的粵語碟 這一盒呢 就是一套四支Full Music的KT88 我是從廣州的淘街電子城裡面買的 又已經呢 就插了過來隔離這一部 科寶的KT88的3.8i 3.8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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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對还是3.8i 每次提過科寶 我都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科寶便是無間道那間 刘德华和梁朝偉中音准高音甜低音劲那一家 用了四支全音乐音乐的KD88 前面两支X7就是德律风筋 中间两支U7就是国产的贵族之声 其实我转头出去Peter就会换两支猫拿的长屏D环 我认为德律风筋X7夹长屏D环的U7是最帅的 是正宗猫拿,不要是OEM 猫拿会慢一点点 所以我转头会去Peter那里 就拿回两支正宗的猫拿长屏D环回来 他刚刚回房 旁边这边有一堆胆 我下次慢慢讲 可能我接下来会写专栏 在专栏里讲一下 逐对讲一下 有RT、有雷神、有Full Music 有德律风筋的ECC808 ECC808插了一个转插来 可以当X7用的 后面还有MPEX 其实我这套东西 我现在暂时用的是AER 就是我最喜欢的暂时是AER 其实AER加个M加个Player 不是很贵的 那件事 那我稍后会慢慢解释 我为什么喜欢这个Combination 甚至我真的可能会邀请某些朋友上来 或者去我公司 帮我拿回公司 大家试听一下 总之现在这样的膽 和这样的喇叭 和这样的Player 我自己是觉得 就是中小型中毒 那我重新一次 其实我只不过是音响界的迷途小书童 我不是专业的 专业的留给收钱的做 那我完全不是专业的 不过欢迎大家 share一下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砌到这套东西之后 夜晚播育至浩尼的时候 是真的不想出街的 不想出街的 就算女师傅叫我出街 我都不出街的 那 折衷这个办法呢 就是 叫女师傅上来 喂 小熙呢? 啊 她刚刚拿着书包回学了 是啊 走了 好了 好了 那 下次再说 有什么 音响上的问题 我不是专家 有什么音响上的问题 想交流一下 就 Facebook PM 我 或者就这样 给Message 微信 等等 拜拜 不论 我 不论 我 不论 不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